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春节 我也在观察 我觉得今年咱们说在全世界各地不是建了很多孔子学院吗 说咱们中国有什么软实力可以向全世界推广 有什么价值观可以推广 我认为中国人比崇拜孔子还要崇拜的一件事值得推广 这就是财神 财神信仰 怎么我给你看几张照片 看看能不能引动你们的感触 好家伙 跟这是什么情况 跟电影一样这个镜头 明白没有 武汉的龟原寺 我在那上大学 就过年的时候 没这么厉害吧 从来没见过 成千上万 你再看 这跟台湾当年凯达格兰大道上的情景 你再看 这个警察 因为这个烟火太盛警察得戴着这个防毒面具 维持秩序 就是中国人就败财神 抢烧投注箱 就到这么一个 这我觉得还好 我看着挺奇怪 我相信你要是在拥和宫或者是说在任何中国一个民隐私 我估计都是一样 都一样 而且你知道我在香港 比如说每年黄大仙 黄大仙 然后初二就轮到 就在我家隔壁 我家隔壁有个庙是车工庙嘛 那个庙也是香火非常鼎盛 它是 而且是午夜十二点开门 然后差不多晚上七八点门口就开始排队 然后来一堆警察 把整条路封起来 就我家那天我都不用睡觉 为什么 因为我窗户一出去 满街都是人在那吵吵闹闹 就抢着进去插香拜神 就是你知道我有一个什么感觉 就是说迷信咱们不管 对吧 什么地方 就是说这真的是一种信仰 类似的这个盛况 你比如你在梵蒂冈 那个罗马教皇出来的时候 全世界各地的人 或者是卖家朝圣 你会有让我联想起这种盛况 成千上万个人头永永 那么你看我们呢 对季孔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 因为差别是在哪 对孔子这是自上而下的 而对财神是自下而上的 这就是差别 深刻 孔子一般你看 在大陆就包括我们季皇帝 也是政府带头 对吧 在台湾的季孔也是马英九带头 他是这个 财神我发现真的是 老百姓喜闻乐见 这才是 你看我前几天是我忘记在哪了 是在什么地方看过一个调查的数字吗 说金钱是不是重要的幸福生活的指标 中国的这个调查出来的数字是最高的 中国韩国好像都是69%认为是这样 然后好像美国才只有30%几 其他的一些国家我记不住了 但是由此你可以看出这个东亚文化的一些差别 好像其次是日本或者是哪 就是也是60%几 我今天看到一个调查 你不要说就是过去文人们爱说什么 就说有钱了 有钱也买不到幸福什么的 最近我看香港进行的一个民意调查 就是什么500万资产以上的人 满意程度幸福指数就是高吗 50万资产以下的人 就是明显生活不满意吗 可是香港在好几个调查 比如说现在越来越多那种指标快乐 指标幸福指标里面 香港一直排名很低的 在很多发达经济体里面 香港从来都是一个很不快乐的一个社区 就每次做这种调查 而且你不是想象性生活香港人很糟吗 好像杜雷斯做的那个调查 好像太少了 香港从来都是排名全球倒数第二第一都试过 你看就是我昨天跟文道还在聊这个 就说每个人呢 我就觉得就说生活里都有一个寄托 对吧 你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寄托救国救民 那是伟大的 对吧 有的人可能寄托于性 也算一种寄托 我就明显性 文道说我算爱情教 是吧 但是呢 就是说 当然有人寄情于山水 有人寄情于书画 总是心有所寄 你会发现人心不能没有寄托 但是呢 这么多的这个财神 就是你看 这就反映我们膜拜的这个 我但是我不明白 我们这么多的人民 把这个精神寄托放在 你看啊 他也未见得真相信吧 烧香就能给他让他发财 他真的就就 我觉得就是类似于一种信仰 那么这个实际上带给他的 是一种精神满足 对吗 在归原寺前头的人 那有几个真能发财啊 但是你明白没有 他这个行为本身 去拥和宫 这个本身 他实际是满足这个精神的吧 可是我觉得不一定 这也有可能真正表达出 中国人的机会主义性格 你刚说的很对 其实真正去那些插香的人啊 你说他们真相信 自己插完这入香 今年发大财吗 他也觉得这不一定 但他的想法是什么 有差比没差好 有上比没上好 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 就是这么很机会主义的 就是我干了 也不干好嘛 比如说宁愿相信有鬼神 也不要不信嘛 又或者说 比如说像中国人的宗教 最奇怪的就是我们这种 没有制度 没有组织的宗教 跟别的一神信仰 现在全世界的主流信仰 是一神信仰 最大分别 你知道在哪 我常常举这个例子 你比如说你 中国人老爱说 像我们南方人 沿海拜马祖 老说 哎呀 这个马祖庙很灵 这句话什么意思 很奇怪 这就等于马祖本来是同一个神嘛 一堆马祖庙 但他会说这个庙的马祖比较灵 你什么时候听过基督徒说 这个教堂的耶稣比较灵 这个圣母比较牛 不会这样子吧 所以你看中国人这个信仰太奇怪了 子墨 你像您已经这么有钱的是吧 财神已经在你 财神已经在你家里 财神已经在你家的人 你的精神寄托是什么呢 雪拼 去迪拜 其实我的感觉是说 就像我们7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 其实挺悲哀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没有太多的精神寄托 从小没有 我们从小被教育说要信仰 将来有天实现共产主义 但其实你长大了 你发现共产主义还在远方 太遥远太遥远了 然后你就会已经被灌输成无神主义 所以你也很难去 真的内心的很纯洁的去相信某一种宗教 你说去拜一拜财神吗 去相信什么 总之我现在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希望身边的人 大家都健康平安 可能就是这么简单的这种生活的信条 上升到任何的信仰或者信念 我觉得我和很多中国人一样 大家都是缺失的 至于你说大家为什么去拜这个财神 除了刚才文道所说的这种对宗教的机会主义 现在整个应该说是中国新的阶层或者阶级 在形成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 他总是有一种渴望说 我要从我现在的阶层再往上爬一层 我只有有钱我才能过上一个好的生活 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一种特别淳朴的愿望 你为什么说比如说像美国 他可能只有百分之三十几的人认为说 这个金钱是那么重要 像我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有很多的同学家里条件非常好 可能温道也会了解很多 学习成绩也很好 那人家就是愿意到非洲去做两年一工 他不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没有发生 那就是在有限的资源下 大家都去抢 大家都要去过好的生活 我不能把我的时间 我的情趣去所谓的浪费在其他一些 不能够带给我物质回报的地方上 我觉得这个和可能我们天生的自然条件 有特别大的关系 就是你有了钱这个反应 你像你虽然你不是 但是你至少比较了解 现在人家欧洲不在聊吗 欧洲报纸上不是登出来 说中国富豪 而且中国富豪的二奶们 咱们不能叫二奶歧视性的称呼了 反正就是那个什么们 女朋友们 女朋友们购买力惊人 是啊 是购买力惊人 这形成一个巨大的购买力 那你 我觉得这是这是两个 我为什么说这是中国阶层形成的一个 或者说阶级形成的一段时间 就是你会看到底层和上层的这种脱节 其实你看在迪拜也一样的 据说在大年三十那个翻船酒店啊 就七星级的翻船酒店 都是中国人 90%都是中国人 那其实我们是到了初四才去的 因为就是知道之前的话 可能走到那儿都是中国人 然后我听说啊 在迪拜最大的一个shopping mall的 这个就是人山人海 全是中国人不说 然后在那儿的LV店的门口 居然排起了长队 全部是大陆人 你就能够想想这样的盛况 每一个很好的五星级的酒店 每一个很贵的餐馆里面 都有中文的服务员 我们是去援助亚非拉一样的 去援助迪拜了 看迪拜快垮了嘛 中国人就是有这个世界主义的 所以说我们把财神传遍四方嘛 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怎么再跟我们讲讲中国人怎么花钱 我爱听这个 听听你也是好 因为我并不是说春节的就是那几天在那个帆船酒店嘛 但我有朋友住在那嘛 听说这大堂里面就乌泱乌泱的 全是普通话 而且就是各地的方言 然后他们呢是 你想这个酒店其实非常贵 差不多要快两万块钱 两万人民币一个晚上一间 赶上三亚的酒店了 没三亚的酒店贵 然后呢他们团里面好像说有些东北的大款嘛 知道这个迪拜是买珠宝和手表比较好 那这些大款就是都是十块十块的去买这些手表 你想 十枚十枚表那么买十块十块 不是十块钱十块钱啊 他戴得了吗 为什么戴不了 手表很好戴 一天换一块吗 十块手表 什么都好 送人啊 而且还可以升职的呀 回来还可以送给政府官员啊 对吧 所以有种种的原因导致这个 这个像迪拜 我们在那看到 印度人巴基斯坦人 很多人在那做服务生啊 出机汽车司机 见到你一定会说你好吗 对 还会说不要发票 普通话现在真的是全球普通话了 对 所以呢你刚才讲孔子学院啊 我觉得孔子学院是用来干嘛 孔子学院是为了用来演示跟 清除中国人给人的这种印象 一个平衡 对一个平衡 但是这个平衡做不好的话 反而会变成就是 两边的印象 可能给人家造的都不是很好 现在事实上就是这样 因为我现在看很多那种国外的媒体啊 杂志 我发现他没提到中国人那个印象 最近两年对中国人印象都不太好嘛 在因为很多政治缘故 但也有些文化 对但也有文化缘故 比如说像以前欧洲人对中国印象其实挺好的 尤其法国人 对文明古国啊 什么 特别我发现好玩是欧洲人最喜欢中国是还是毛时代 代表着一种不同的选择 不同的理想生活 对他们就是喜欢网球嘛 还有一些就是革命浪漫主义的左派 所以他会对毛可能有一种浪漫的幻想 但后来呢 他们发现中国人不讲理想 全讲钱 然后呢 比如说在欧洲 特别是去欧洲设厂的一些的中国厂商 或者开小店 其实也很辛苦 我们中国全面做事 但因为他们跟他们格格不入 比如说人家礼拜六礼拜天关门的 比如说你去巴黎商店也是嘛 不开门的 伦敦商店不开门 但是问题是 中国人开的商店 就24小时都能给你开门 上班也是24小时可以给你上 破坏了行规 破坏了行规 然后到了非洲呢 也是一堆堆中国工人 比如说我们说去盖房子 他们现在开始有人有反应 就是说你来我们这不用 我们本地工人 也都是中国人来挣钱的 所以你去到哪 中国人要不就是来挣钱 要不然就是来花钱 全跟钱有关 就是财神信仰嘛 就我觉得就说 我现在关心的问题是 这个东西啊 是不是真的能让人满足 你比如说按说咱说信仰 信仰是干什么的 那就是总是为了求一个快乐 是吗 就或者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充实 那么既然如此多的中国人 把财神 事实上他是当成了自己的某种 膜拜拜金主义嘛 对吗 那么是不是这事 确实也能给他带来 生活的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 我觉得是阶段性的 可能这个阶段会非常非常长 但是这个阶段一定会存在 文韬 这是因为今天你也可以去迪拜 买十块手表 眼睛都不眨 所以你会说 你如果真的接触一下 可能生活的非常贫困的 社会底层的人 你如果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 我觉得可能更能够理解 他对钱的那种 或者对财神的那种渴望 因为确实是能够改变他的生活 其实你不要说别的 这次短道速华周扬 得了金牌之后 说我其实是想让我 我觉得我的父母可以过得更好了 这个更好 当然可能有他得了金牌 他所比如说获得这种荣誉 但我的理解是 来自一个可能贫困的家庭 他的奖金 他所有的物质奖励 能够让他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太重要 这个物质 物质是你不可避免的东西 你知道他这之前拿的工资 你都想到才几百块钱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几百块钱的工资 然后这一下子得了个金牌 他们家乡政府已经说了 我们肯定要中奖 上一个奖给类似的 一个奥运会金牌的是100万 说这一次肯定至少不能低于这个例 其实他只是没有用一种 可能大连三十初一去败财神的方式 再去追求这个钱 或者是说这种物质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追求无可厚非 拜金牌 我觉得这完全不是问题 有问题的地方不在于 刚才子墨说这阶层 反而是中国富裕阶层 接下来该怎么办的问题 有一种人他真的是为钱而活 他的人生意义就在于不断的赚钱 他不是特别奢华 比如说像以前巴菲特就这样 他现在也还是这样 他吃汉堡 喝可乐 到了香港住酒店 出门去吃汉堡 也不要叫如说 他住酒店是这样的 他舍不得喝酒店里面的矿泉水 他一定要到外面的小店 小店里面买了便宜的矿泉水 拿回酒店喝的 他是巴菲特 这是巴菲特 你想想看 但这种人你说 他不是要奢华的生活 他就喜欢赚钱 他真的觉得赚钱是个人生意义 但是问题是 到了一定程度 他也会想这个赚完的钱 因为他对他讲赚钱 赚到钱 他就很快乐了 这个钱怎么用 他反而不是太重要 所以他就可以拿去捐 对不对 我觉得现在很多 我们过去几年大概穷惯了 现在刚开始富裕起来 我们的富裕阶层 也许要慢慢的 也要来思考下一步 就是这个钱怎么用 因为你比如说 像现在其实很多欧美的那些老富人 他们早都习惯这样 像金融时报 他还有个专栏 就专门每个礼拜 就讲一下这个钱怎么花的问题 里面就全讲的是这些钱 他拿去怎么捐 做一个什么社会企业这种事 而且我真的 刚才子墨说的 我也有感触 有句话叫财大气粗 你发现吗 表现在咱们媒体界 就是属于叫什么话语权 但是我现在老发现一个 就是过去说的沉默的大多数 你明白 比如说在外界看起来 中国人就像迪拜到处买LV的 好像我们也觉得很多 但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了 稍微有点人富起来 可是这些人是极少极少 没错 数人 但是你发现没有 他们有点钱 就能够财大气粗的吹变全球 让全世界都认为中国富人 可是实际上咱们知道 90%的人他还生活在那么 为什么每回遇到一些国际争端 像哥本哈根会议 大家说你中国得负更多责任 怎么样 每次遇到这种问题 要是温总理在 温总理就一次又一次说 我们中国很穷 我们其实是很穷的国家 穷没那么多LV 然后他每回说的话都不管用 因为说完 什么穷 你看我们的店里 对 对 所以我给你看看中国的穷人 而且穷人也有穷人的范儿 最近网上出来一张照片 叫做纠集华丽第一极品路人帅哥的乞丐 对 这张照片我见过 叫西里哥 你看怎么 人家说 欧美的那些最贵的品牌服装 有他这款式的 你注意到没有 你瞧他这腰带 你瞧他这个大衣 现在很多时装 其实也就是这个款 有人说他是朝人办出来的 后来经考证 这哥们还不是 就是真的 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可能真的就是个乞丐 可能真的就是 但是很有范儿 就是很有范儿 人家就说 发型是日本最流行的牛郎发型 穿着中古店淘来的二手衣服 搭配LV最新款纸带 从视觉色彩上 我喜欢他腰细的那条带子 腰带绝对是画龙点睛 但是这个腰带让人想起 哭泣 XC LOT混色G腰带 不禁有网友说 这个乞丐太有范儿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怎么你看一下你这个财神 坐在你家里的人 我再次声明 非增后宫 后宫体夸张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这生活问题 解决得很好了以后 你精神上觉得 有什么空虚 或者苦恼 空白之类的吗 不觉得 看来有钱就什么都管用 其实不是 应该说我认识很多朋友 是属于中国的 真正的是相当富有的人 我想接着刚才的这个慈善的话题说 也有很多人 其实有过这个慈善的想法 当然我不说中国的慈善 现在不够发达 就是说我不把这个责任主要归结于政府 但是我想说的是政府在这里面 其实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应该去扮演 比如说从你的税收 从你的方方面面 你像我有一个朋友 这个是个房地产开发商 他是从一个渔村出来的 那他就曾经说想在渔村办养老院 因为他其实是孤儿的 没有父母 然后呢 也办学校 至少首先把他的家乡去照顾好 但是这个当地的政府就开始跟他谈各种各样的条件 总之这个过程相当的复杂 不是说我把钱给你 然后我来监督建了 就这么简单 政府会有各种各样的要求来难为你 然后反过来呢 他做了这些事 可能在税收方面 在很多的方面 他也不见得说 会得到任何的好处 最后大家就会放弃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我们人的观念要去改变 然后整个社会的观念 政府的观念都要去改变 可能才会形成一种真正的富裕起来 之后我们在精神上应该怎么追求 我们才会明白这个钱应该怎么花 对 我就知道一些 有一些富人其实现在捐钱捐的也挺多的 但是问题是这风气实在不够广 你看政府啊 有些地方政府 你拿钱去跟他圈一块地 买块地他很高兴 你说去办慈善他盯着你 这个 然后 或者是说某种程度上 他觉得你办慈善我没有任何的好处 你只是解决了我一点负担而已 可是我得到什么了我没得到 甚至他不觉得你解决负担啊 有时候他会觉得你给他添麻烦 因为比如说有些人民间机构 最大的问题在哪 今天中国大陆 有时候一些民间机构做的真不错 但他做的好的时候啊 嫌出政府不无能吗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哎呦这个真是 就会很多时候你有好心 而且呢 好心的人呢 也得不到这个奖励 就是我就觉得这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好像最近私下里老听他们聊 就说啊 中国有一些富起来的人 你要一直这样私欲膨胀的话 你不要以为啊 那么多的穷人在底下啊 你也并不安稳的 就是说 好像他们都在盼望着某种自上而下的反省 这个还复 吩咐于民 总考过 我觉得 我说 这人真正的吩咐于民 其实 这人真正的吩咐于民